前水面對越來越多的病人 病人的成份是管理香港人多呢 還是大陸的那些人回來求診的人多呢 其實如果說回之前的話 有同事反映 他十個有八九個都是內地拼音的病人 但是現在應該是多了一些香港人 因為始終真的多了香港本地的感染個案 他們其實現在的情緒是很低落 因為承受著極大的壓力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是服務裝備不足 工作壓力又大 其實他真的無時無刻都想著 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己重招 因為就算你在普通的內科病房 都有聽過不少的個案 就是普通的內科病房確診 其實在那個環境 大家都是戴著這麼普通的口罩 不是所謂N95那些 其實他是感染的 可能真的很容易 那他們可以怎樣呢 又不敢回家 又不敢跟家人說 就是怕自己有什麼事 不知道怎麼辦 現在是不是都抽到生死簽 其實在他聲稱 就是醫管局高層聲稱 這些東西是自願的 之前已經是抽好了 很多地方都已經 還有也有很多 比較年輕的同事反映 是黑箱作業的 就是最初一部分的同事 全部都是年輕的 就是比較資力高一點 就會排後一點 而那個抽簽的過程 不是公開的 就是不是大家一起坐在那裡 大家一起看著抽 是只是就說抽完了 給個list大家跟著就是了 就是有沒有些人因為壓力 因為擔心 或者擔心 那些小朋友 拿人家 你辭息 有沒有必須同事 其實 我有聽過這些個案 但是我不是第一身接觸到這個個案 所以 因為我有朋友自己 都是剛剛生了個女兒 就是她先生 就在內科病房做的 其實有一天就是 有個懷疑個案 去了她的病房 其實她都很擔心 因為她怕 不知道會不會是確診個案 她不敢回家 她不敢回家 因為怕惹到她的太太 惹到她的女兒 就是她寧願是要自己 出去找地方 在車裡過東西 就是其實大家 前線醫護人員 是承受極大的心理壓力 但是醫管局做過什麼 幫她們 是 雖然你現在前面不做事 但是 看到你今次 包括今次組織 今次的罷工 心都是同一程 她的同事 是在一起的 經歷過這次的罷工 那你的心情如何呢 在過程當中 聽到風風雨兒 不同的聲音 心情如何呢 其實經歷了今次行動 其實我真的有打算 不如回到三次治療報道 跟她們一起去作戰 因為看到她們真是 因為這個罷工行動 其實有很多舊同事都很支持我 即是 即是 身體力行的來支持我 幫忙做義工 即是每一天都出來幫忙 即是 即是 我想起我們之前在心情治療報道 一起作戰 即即是幾忙都好 如果有一班同聲同氣的同事 一起做的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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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 實斟 所以我真的有想過 cha 既 如實斂 而真的 真的 即是 所以我真正有想過 即是 所以我真是 逃兵那時候 其實心裏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不是逃兵 我們是希望政府和醫管局的高層 是聽到我們的聲音 是聽到我們 即見到我們用行動 來表示我們的訴求 只是希望他們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站在我們的角度來看 站在香港人的角度來看 其實他們只要做多一點點事 我們都是為了香港人的福祉 我們不是貪生怕死 我們不是為了自己的福利 我們是為了防止社區大規模的爆發 疫情大規模的爆發 就是這樣 那你大約多少歲 你自己有沒有家庭 我自己 我自己現在大約32歲 我有家庭的 我也有個先生 沒有小朋友 沒有小朋友 那你先生也是做這個 不是 他是普通民籍來的 其實家人有沒有擔心你呢 包括這次的運動 你拋 拋 拋 拋頭露面 拋頭露面 我先生都很支持我 其實他是擔心我安全 因為就是 因為可能太過 因為這場運動 其實都真的 很史無前例 在香港這麼大規模 都真的有一些 黨報啊 開始跟蹤我啊 開始有一些 匿名的 不知名的信 寄到我上班那裏 其實他是擔心我安全 多些 那你其實過程當中 有沒有害怕啊 以及你遇到最 匪夷所思 或者最接受不到的事情 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一班理事 走出來其實我們都不是 怕被人攻擊那些 我們其實是 我們是感動多過 有些擔心 就是怕多的 因為其實我們當初 構想我們的罷工行動 不是那麼大規模 就是沒有想過是 我們的號召力是可以去到 就是醫管局四分一的員工 都參與我們的工會 而我們的工會其實只是 短短成立了兩個月都未久 那時候 我們十二月頭才正式出生 初初招募那時候 都還有很大的壓力 因為我們給醫管局很無理的打壓 不讓我們擺街站那些等等 所以我們最初招募會員 其實是很困難 因為很多員工都說 接觸不到我們 然後突然有這場疫情開始 我們聽到很多社會上的聲音 都是說要爭取全面封關 其實我們醫護人員就是 其實站在這個抗疫的第一條戰線 如果我們都不走出來 出聲的話 我相信香港真的很快就會 有很大的疫情 會在這爆發 我不想 我們是不想香港變成第二個武漢 其實我 高層 就沒有跟我直接有對話 但是我就是不斷地受到騷擾 在辦公室 其實我昨天 我第一天復工 就已經有人偷拍我 然後放了上網 其實我只是坐在我自己的位置做事 然後我去買飯又偷拍我 其實很無奈 我又不是在做什麼 還有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不過正正就是顯得他們很無聊 因為其實我在做事 但是你拍的時候 你不是在做事 他們不是在做事 就是在拍我做事 是你身邊的同事 其實我們不知道是什麼人 但是我估計那個應該是辦公室裡面的同事 但是我們的辦公室因為都很大 所以我也不肯定是誰 因為我們很少會有其他外面的人 進來我們今天的辦公室 你覺得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我想是想給我一些心理壓力 但是其實我對這些 我就是覺得他們很無聊 我不會說因為這樣就怕了 而不再做 而不再出聲 而不再站出來 OK 你回到工作崗位 那前線的同事呢 又回去了 現在你最擔心的是什麼呢 其實我現在最擔心 我是怕前線的同事不夠裝備 因為我們會是一而再再而三 跟醫管局的高層說 你一定要確保我們是在安全的工作環境之下 我才可以放心 我才可以游說到我班會員回到前線做事 但是現在正正就是反映到 他其實根本做不到這件事 我們現在其實是尋求律師的意見 就是如果醫管局提供不了足夠的裝備的話 我們是否可以拒絕 拒絕在一些這麼危險的環境工作 跟律師怎樣說呢 現在我們還在問他們的意見 其實我也是在想著 因為在你上的醫管局做不好的事 在這種情況之下大家怎樣去 就是用什麼方式自救呢 其實我有聽到有些同事是自己 自己帶自己的裝備上班 但是呢 如果萬一出事的話 我是怕那個工作的保險呢 包不了他 因為他自己帶自己的裝備 不是公司提供的裝備 因為我也有聽過我朋友 一個很好的比喻 就是說 建築工人會不會自己帶安全帶上班呢 未必符合到的標準 是啊 就是了 即使符合標準 他都可以說你不負責 是啊 我就是怕醫管局會出這樣的招數 那我同事很有責任地上班 還要自備私貨的裝備上班 但是到頭來出事 他是會把責任賴回到我同事 這是不是一個負責員的管理層 除了律師有沒有找職工盟 求助他們這種情況你們怎樣 這個我們都在溝通中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用職安建的條例去處理 除了這兩個方式 有沒有想到其他的 即剛才你說了 參照美國過濟性的標準 現在這種情況是否符合呢 如果不符合 其實在法律程序都是 沒錯 所以這個都是我要等我們的律師團隊 研究完 我們才可以再做進一步的行動 即有沒有面對的律師 我們背後都有些律師團隊幫著我們的 其實我們發動這個工業行動之前 都有提及過 因為這個疫情是關乎全香港人 即不是單單只我們一個醫護 一個界別就可以爭取到 或者做一些抗爭到 還有我們這場白工行動 其實應該都可能換成到不少香港人 對公運的看法 對公運的看法的改變 即可能他們會覺得 原來香港都可以用工會 用工運做一些爭取的訴求 即會不會他們可能自己 加進不同界別的工會 來發動一個真的可以 撼動到這個政權 撼動到這個無能的政府 對公運的大罷工 那會不會想過 連同其他例如台灣 其他國家 大家有些支援 在近日這條路 因為最近都有一些新工會 產生的浪潮 我們都跟其他界別的工會 有聯繫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 在組織一些 可能跨界別的工業行動 而其他台灣的工會 因為較早前 他們總統大選 我們都有一些工會 過去那邊做一些交流 所以我們都連結到 那邊台北的一些 醫護界的工會 所以我們都在交流 一些資料 他也有來看我們 今次這個罷工行動 其實都有一個很好的交流 市民做甚麼 政府做甚麼 有甚麼期望 其實我希望政府 真的可以在這個 這麼緊張的關頭 做一些政策 例如禁止商人去囤積口罩 或者炒賣口罩 因為你看到有很多長者 或者不方便的人士 都要去通宵排隊 只是買一盒半盒的口罩 他們真的很慘 為甚麼香港人要受這些苦 我希望政府 我希望政府 真的不要再跟人民作對 想一些政策 是可以造福到人群的 你剛才說了 你收到的內容順 甚麼時候收到 說了些甚麼呢 其實我是 昨天有人拍了我的照片 放了上網 其實我也是在上班 但他就用他自己的工作時間 來到我位的附近 拍我上班的照片 所以我不知道他有甚麼目的 我只是顯示到他們有多無聊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誰 不過我估計其實是辦公室的同事 因為很少街外人可以進來禁入 而今天我就收到一封 署名在一群憤怒的市民上的信 就是說我們黑衣黑戶那些 就是說我們罷工是不理民生的 雖然我也不期望他會理解到 我們背後的理念 但我也是想再說一次 我們這次的罷工 其實每個人內心都很掙扎 但是因為我們做過很多和平 理性的事 例如公開信、聲明、政府、管理層 不理 我們在沒有辦法 逼不得意之下 我們才唯有選擇 去發動一個工業行動 去罷工名字 其實很多市民都很理解到我們 因為我們每次放街站 每次去簽到街站 都會有很多市民 是願意拿著我們的收據牌 和我們一一多謝 其實還有一些病人 是直接說 其實他今天的複襯被人取消了 但他不介意 因為他知道我們在幫香港做的事 不只是為了自己福利 人工、人壽等等 其實對著他們 我覺得是很對不起他們 令到他的複診期 你知道香港公共醫療已經是超負荷 其實他們一個複診期可能是隔很久 令到他取消了一個期 可能他又要再等多兩三個月 才可以排給他 其實我真的對這些病人不好意思 我們是令到他們有些不方便 但他都明白到我們的理念 其實是幫助大家 幫助香港 這件事很感動 有點感動 好 沒 parking 還有一些離譜 良不動 那我 都不會